今年7月1号 开始呢 就是照顾老人分文钱不要了 有的古瓜老人 咱要不来乘这 他不就找 是吗对就困难 就困难了呀 或者给社会也是负担 社会上不就有负担吗 大家好 我们今天在府阳的郢州区 这边有一个很有爱心的大娘 每天中午给老年人提供免费的午餐 人要三块钱 随便吃 就刚刚干到几年呢 就是2025年的7月1号 开始呢 就是照顾老人分文钱不要了 就又不要了 那你这个车门也不够呀 车门也怎么办呢 不要车门 有爱心人圈 你看他那圈儿呢 这房子要是你们自己家的是吧 那房租费也要给 我说实话抽这个房租费了 到时间缴房租费 要不然是得担不挣钱的话自己抽 平时使命还能维持住 可是我们都想啥呢 咱们给后人做榜样 为什么 咱们不是为别人做 而是为自己做的 人人都会老 对吧 人人都有那一天不动不动的时候 咱们在现在审理好建议呢 都为老人付出一点 嗯 都为老人付出一点 然后呢 再给后人做榜样 以后他们干的好 后人看咱们等咱不能动 对 老了以后都互相照顾 这就是每天提供的菜是吧 嗯 整菜 整理菜 这是真菜 嗯 这是花的菜菜 豆腐皮 豆腐皮花菜 豆腐花 嗯 豆腐花和 嗯 这些青菜豆腐 这些豆腐 嗯 每天大概四样菜是吧 每天四样菜 他不仅光照顾人 环保工人都照顾 环保工人 韩纪人 韩纪人 他给人送菜 我们现在的豆腐 叫老人在港中在饭盒来 打了以后不价吃 哦 现在就疫情影响管控 就说不在这剧产 不在这吃 不在糖食 对的对了 就是这个 都打回去吃是吧 打回去 都打回去 这 大爷经常来吃吗 嗯 你经常来吃吗 我去那天天就吃 天天来吃 天天来吃 这是你一个人的份是吧 他给他小弟 他给他小弟是个餐饮人 我小弟是餐饮人 哦 两个人一起 一天平均大概要多少份饭呢 多少个人吃 一天都不太多 每天还记得 每天都记 记得有账 现在已经一百多了 每天都这么多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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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 一十万个人 嗯 有时候今天 第一天是 嗯 叫老人带走吧 哦 今天是第一天带走 第一天 之前都是来带着吃 有赞 拍的 有赞 这那样 中华拍多样 对的 开会人 还有那古瓜老人 咱要不来吃 趁热 那他不就找 吃饭 对就困难 就困难了呀 对或者给社会也是负担 社会上不就有负担吗 年几名上 他是有时候大 多大一点 他也可以往上吃 对 往上吃 大娘和奶奶们都是做义工的 他们吃饭之前 还念感恩池 感恩池 感恩天地滋养万物 感恩天地滋养万物 感恩祖先慈悲自会 感恩祖先慈悲自会 疫情期间 王阿姨也是响应社区的号召 老年人都不在这里去餐 都是打回家吃 然后门口坐的这些阿姨和大娘们 都是义工 都是自发的来做义工的 王阿姨很有爱心 他一个人 带着这么多义工 每天解决一两百人 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吃饭问题 这个对社会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